好 接下來新聞標題叫做國庫感謝你 這是因為有人交了很多的罰單 很多人路邊停車 有煙影的習慣 邊等人邊抽煙 但是抽完不要亂丟 亂丟的結果就是被拍到 就是罰單一根香煙一張 這罰單大概幾張 抓起來大概二十二張這麼多 為什麼呢 高雄這位曾先生在車上抽煙 兩個小時抽了二十二根煙 偏偏他每丟一根 後面就完整的路下 從扔出來到掉落在地上 完完全全讓他完全不能夠狡辯 總共兩個小時二十二根煙 所以收了二十二張的罰單 這應該是破紀錄 但他自己很委屈 他還PO文說 為什麼呢 我都沒動 再丟一次就罰一張嗎 最後總共要罰 兩萬六千四百塊錢 但檢舉獎金 按照百分之數的比例 所以難怪後面這位人兄 非常認真的 全程都拍下來了 一根煙蒂從駕駛座丟出來 接下來這煙蒂一根根的丟 灰色休旅車駕駛座外地上滿滿都是煙蒂 這個畫面被人拍下來檢舉 結果 一大跌的罰單當時在車上抽煙的就是這位曾先生 他說9月28號當天因為心情不好 車停路邊抽煙 沒想到被人拍下丟了二十二根煙蒂的影片 也因此收到二十二張罰單 讓他真的很傻眼 曾先生覺得同一天同一個地點又是同樣的違規行為 不應該連續開罰 環保局表示可以提出申訴 環保局最後依最低額度總共裁罰兩萬六千四百元 檢舉獎金也依最低的百分之十五發放 這名檢舉人將獲得三千九百六十元的檢舉獎金 曾先生兩小時抽了二十二根煙 被開罰也被老婆罵 他說真的要解煙了 提醒民眾抽煙傷身亂丟煙地被拍到 檢舉也是傷荷包 華視新聞 邱君平 許靜一 許達人 高雄報導